那么艰难的谈恋爱 最后为什么还是没成 他妈妈说我不像演员 说我长得不好看 像大队会计 说我的脸就像让人一屁股做了似的 不小心 还是不小心做的 所以后来在第二年 我们就分开了 分开又过了两三年 就提干了 提干相对自由了 然后他就很不幸出了车祸 04年是植物人 他开始 然后我还去看他 我说你醒醒 我还说了我的名字 然后他有一滴眼泪就滴下来了 就跟电影一样一样的 我以为他醒了 但是他没有 苦苦撑了十年 在2014年的时候 他就离开了 所以其实我们大家 我们这个群体 也是经历了很多的不幸 他是第二个走的孩子 反正我到现在手机上 还有他们两个人的名字 过年还会发发短信